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直播翻车惹争议 代言品牌发布会上分享竞品 老总脸色大变 日前 超人气偶像王一博以代言人的身份 出席了联想的新品发布会 在台上接受了主持人的提问 想让他分享一下使用过联想的哪些产品 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 王一博居然脱口而出 说自己会在剧组使用iPad 老总听后立马扭头 脸色大变 场面十分尴尬 至于这件事为何会引起如此大的热议 一方面是王一博的人气很高 另一方面是新品发布会 是通过直播的方式进行 也是说不可能把说错的话给收回来 因为这不是提前彩排录制好的 对此 知名汽车博主南哥说车都看不下去了 对王一博是一顿冷嘲热讽 说他拿着联想的广告费 一开口就是iPad 这种操作真的牛 让人不得不佩服 在直播的时候 说错话是无可厚非的事 但王一博直播翻车是情有可原的 因为他当时很有可能没有完全听清楚主持人的提问 也就是关于他用过哪些联想的产品 而只是片面的理解成了用过哪些电子产品 其实在回答提问的时候 王一博开头第一句话说的是用平板电脑 其次才是iPad 最后才是投影仪 为了证明王一博没有口误 当时主持人也跟着附和说了一句iPad 王一博点了点头说对 可话音刚落 本来一直面带笑容 看着王一博的老总 突然把头转了过来正视前方 试图缓解场面的尴尬 脸色渐渐变得特别难看 心情一下子跌入谷底 不知道该如何去接话 当然 除了这件事以外 整场发布会还是比较圆满顺利结束了 但事后却因为王一博的分享 竟品在全网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 因为我们都知道iPad是苹果公司的经典产品 而联想也出过很多款Pad 也就是说王一博在代言品牌发布会分享竞品 这也就是为何老总听到iPad后 脸色大变的原因 因为这是忌讳 可是王一博的粉丝们却不这样认为 说王一博这次完全是被断章取义了 他并没有给iPad做宣传 只是很礼貌地回答主持人的提问 分享他日常使用的电子产品而已 因为开头他就已经说了视频版电脑 所以说现在最大争议的点在于 王一博到底是分享还是推销 这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概念了 事实上 聪明的王一博不可能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哪怕口误也不会去触碰这种忌讳 顶多只是说他单纯不会撒谎罢罢了 因为我们都知道明星代言的品牌 并代表明星本人会在日常生活当中使用 尤其是手机的代言 懂得都懂 但要是说王一博完全没有错 那显然也是说不过去的 因为主持人确实说的是让他分享一下使用过哪些联想产品 可他回答明显是跑题了 但并非网上所传那样 拿人钱才办坏事的这种说法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